很謝謝這麼多廠商的照顧 然後也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些廣告 可以讓消費者看到 一些好康的訊息 或者是一些好用的東西 對 有先整人了一下 就是把那個體重機的體重 就是PO在網路上面 但是那其實真的是我量的 只是體重機壞了 那距離那個數字有多遠 就是有一點點小距離 但也不算太遠 對 就忽遠忽近這樣 但是也有裝可愛 然後那個就是祝福大家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因為跟風那個 現在很流行的那個手指舞 對啊 然後想要用搞笑的方式去呈現 不一樣的感覺 大家的回應都說好可愛喔 對啊 謝謝大家 立卷是什麼 對啊 要怎麼做到啊 這麼可愛的立卷 還是天生的 不會不會就是 因為看了很多別人拍的嘛 然後就想像自己真的是一個 小朋友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就加上我綁那個雙馬尾 所以會比較可愛一點 然後又 黑牙齒的部分 黑牙齒就是純粹娛樂性 就是娛樂大家 就愚人節讓大家嚇一跳 會不會帶一些形象受損 嗯 還好欸 我覺得以前在節目裡面 就是能受損的都受損了 就是這些沒差了 對啊 接下來是不是會跟Ken哥在一起 合作主持新的點 呃 那個倒是不曉得欸 還沒有談好 對對對 所以會參與人 呃 如果有時間有機會的話就會啊 會不會很期待兩人的合作嗎 呃 期待兩人的合作啊 這還蠻期待的 但是我跟他一直都會有一些工作會遇到 對 都還是有合作 那戀情呢 戀情啊 就是說齁 戀情現在就是單身啊 還是單身 對啊 還是就是在 一直在工作都沒有時間 像今天就是要來就是 宣傳讓大家知道 小額消費有很多好康的東西 像在五月三十一號之前呢 你用小額消費 就有三百項指定商品 可以有第二件優惠 那天天都有百萬現金的那個 購物金可以抽獎 對對對 然後小額消費真的很便利很方便 怎麼明明是美女都一直在單身啊 單身啊 呃 自己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工作可以填滿我每一天啦 就是不會 就是只是晚上回家的時候會有一點空虛 那怎麼解決空虛 就是經紀人就會把我隔天的通告弄很早 就想說明明好早還是先睡了吧 所以目前都沒有人追求嗎 目前 呃 就是都沒有機會去認識男生 都是工作上面 然後工作上面的都對我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就把我當哥們 沒有就是久了久了大家都像好朋友像哥們一樣 可能是個性的關係吧 謝謝 謝謝